好兄弟们今天晚上中国南篮80比4931分大胜了蒙古南篮 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本场比赛 我们先说点好的 今天晚上从整体来说 我们的球员们发挥的还是非常不错 你像杨汉森 胡金秋 杜仁旺 阿卜杀拉姆 另外朱俊龙兄弟们也是非常拼 再加上承帅鹏也是表现的非常不错 另外兄弟们今天晚上汉森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完美 得到了13分 三篮板 四助攻 两抢断 说实话兄弟们也就是汉森的这场比赛 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篮球未来的希望 他也是姚明一眼连之后的中锋接班人 咱说实话什么王老太太什么周琪 你就在那吐着吧 别耽误了杨汉森在国家队的发展 你们好好的在我们的联赛打好球就行 千万不要霍霍国家队了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值得让球迷们高兴的 也就是杨汉森这一个点 另外就是胡金秋一如既往的稳定 另外兄弟们阿卜多莎拉姆冲回到国家队之后 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 六分七篮板 另外还有两个盖帽 今天晚上他和杨汉森表现的就是 都是在用脑子打球 相信很多球迷和我一样 今天晚上高兴的是 不是我们赢了蒙古多少分 而是今天晚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篮球未来的希望 杨汉森的发挥 包括胡金秋啊 包括今天晚上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就是杜日梦 他的三分今天晚上非常稳定 中国南篮一共进了五个三分 其中包括杜日梦五中三 另外还有朱俊龙三分球一中一 包括徐杰三分一中一 另外我要加一句兄弟们 我们现在不要因为一场比赛 不要因为打个蒙古兄弟们 我们就把汉森捧的这么高 还是用汉森的那句话脚踏实地 下一场打日本干就完了 然后下面我再说一下 我们中国南篮马上25日打日本 现在今天晚上暴露的一些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后卫线 尤其让我非常的担心 今天晚上兄弟们 除了徐杰三分球进了一颗 得了三分 我们另外两名后卫赵继维 胡文明轩和侃零分兄弟们 也就是今天晚上徐杰的表现 能让我们球运们满意 虽然继维今天也送了几次非常漂亮的助攻 但是兄弟们 我对继维的表现今天就是非常的不满意 感觉兄弟们继维在CB打得非常好 到了国际大赛上 他就有点胆怯 有点放不开手脚 有点不敢打 现在我感觉他在国际赛场的作用就是 把球运过半场 然后就没他啥事的 说实话兄弟们 你看继维没这个能力吗 有这个能力 他既然都是CB总决赛的MVP 难道他打国际赛场这种比赛 打蒙古这种球队 说实话 拿个十来分 不说拿把枪吗 肯定的 还原意就是继维的心理比较紧张 我认为兄弟们没有必要这么紧张 就是放平心态 认真的去打过比赛就行了 没有必要 说实话 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以至于自己的正常水平都发挥不出来 另外兄弟们 就是今天晚上 胡明轩的表现 胡明轩今天正负值 负十一 今天晚上 乔帅给胡明轩的机会 还真不少 出场时间 九分二十八秒 唯一能够填数据栏的就是 两个失误 其他的全是零 得分是零 助攻是零 篮板是零 抢断是零 说实话 今天胡明轩的表现 肯定他自己也是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说兄弟们 今天晚上打蒙古啊 赢了就赢了 不要把这个赢球太当回事 说实话 不要太骄傲 我们要做到 胜不交 败不哪 二十五号在客场打日本 说实话 那才是一场硬仗 今天晚上 乔帅在谈及赵吉伟和胡明轩的表现 他乔帅也说 他们下一场会好的 我但愿如此吧 兄弟们 但愿胡明轩 赵吉伟 包括徐杰的状态 会一场比一场好 希望咱们中国南篮 两连胜 结束这个押育赛 希望小胡 希望吉伟 调好这个状态 放平心态 释放一些压力 把真正的水平 展现在这种国际赛场上 让我们的球迷们 继续为你加油助威 加油中国南篮 相信你们 25号打日本干就完了